来,我是小松,看下现在什么时间点 现在是2016年2月9号 周二的凌晨3点13分 现在是大宁初二的凌晨3点13分了 2016年2月9号 我们回到那个是 今天呢,这个是中午之后 还是昨天忘记了,已经十多个小时之前 那是自然史杂志,就是博物学杂志 基本上我们今天稍早讲的是那个什么 昨天稍早讲的是 讲到那个银交,是鲨鱼跟轰鱼那些那一类的 还讲一些鱼类的概要,是硬骨鱼,软骨鱼 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是大概是一本书是不是 一本书的贩卖的书,就是那个 国家地理,国家地理杂志所贩卖一本书 挣扎性的,或者是非常,吃了很多苦头 那一路当中,那经历了非常多的见闻 非常多的深刻的体验 那回到了故乡,最终回到了故乡 那带回来什么,那带回来 是啊,那这是风霜嘛 是不是,还有一些,是瑞智的一些经验呢 有可能是 好,我们看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看哪里 Natural history,这是,那稍早看的,看到它是双月看的 而不是月看的,是双月看的 好,我们往里面去看 是 好,我们wild life好了 我们看最后一个这个地方 野生,野生动物,我们看野生动物 是,这个上次,这左上方这第一个图就是那个汤姆森凳林 那个是,那一季之前我们讲过了,ok 呃,还有就是那个是,我们也讲过那个是吸血蝙蝠的 是吗,我都都讲过了,是不是 是啊,都讲过,同样一个网页啊 他没有更新,还是说我的孩子停留在以后 到next一方去好了,到next ok,就完全全新的了,ok 1922年是被捕捉到,捕捉到的小,啊,小松子面先解释一下 那个,其实啊,那个一般来讲,呃,现在呃,大象嘛 那只有两个品种,现身的大象只剩下两个品种 那是,呃,不如刚刚发任的时候,那是呃,金生代嘛 就是从6500万年级到现在 那基本上是用大象的演化当作一个指标之一啊 那大象最早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大,那叫魔力兽 那很多慢慢慢慢的是演化 那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蒙马像嘛,鲁齿像这些大概就是可耳相传 好,那我讲一个,那现身种的大象分两个品种 一个是非洲大象,一个是亚洲大象 非洲大象的话,基本上,呃,我不晓得,小松不晓得 那基本上好像很难寻抚 但是听说那个是罗马时期初期 那加赖基人就是汉泥巴嘛,那是他用大象当作作战的工具 那那可能是非洲大象也有被寻养,那亚洲大象被寻养就没问题 像泰国,缅甸这些地方就是很早古时候就寻化大象 是用大象来,那驮驮驮驮驮驻,呃,驮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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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驮都没有问题 甚至在打仗啊,甚至用大象 是,那非洲大象跟亚洲大象最大的不同 就是,那一看我们一般外行的话 一看,看他耳朵的就要你知道 耳朵,非洲大象非常大,耳朵非常大 也伸起来是,是,喔,虎虎山峰是不是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呃,非洲大象的牙齿 其实母象的牙齿也非常长 亚洲的话 词相就没有那么大 大概是这样分别 其实它分属不同的属 剑门纲目刻属不同的属 那我讲一个 非洲大象的年龄 大概就60岁左右 最高的60多岁 亚洲大象 就有时候被台湾的凌旺打破 是七八十岁 才自然死亡 凌旺听说是哪个 孙立仁将军 从中南半岛 蒋介石从大陆撤退来台湾的时候 后来第二时间 从中南半岛 是撤回台湾 凌旺 讲到那是大象的被祖部 我们过去 这个东西 2008年3月份 SWIFT WINS 那SWIFT虽然 当形容词可以当快速 但是它也能当什么 它也能当名词使用 我们看看这一篇好吧 SWIFT指的是 那个 我看看是不是 所以应该是语焰 不是焰子 是语焰 语焰类是跟那个蜂鸟类是 比较近远的物种 看进去吗 那是生物工学的学法大自然 那是飞机的设计者 现在飞机的设计者 那参考一下物种 大自然的物种 怎么样调整他们的翅膀 来 就是控制它飞行的速度 非常重要 那小说讲一个 像我们小时候的小学 写到那个月纳 月山那 就是天地一杀 飘飘何所思 天地一杀 一杀那月山 那是 那是杜甫的事 不管 那个小说讲的就是 一个信天翁 还是爱海鸥吧 还是信天翁 一个鸟类 它拼命地往上一层 精英求精 往上一层 要飞得更快更远 那它也讲到一个东西 讲到一些 有事实根据 科学根据一些 鸟翼的一些工学 生物工学 就是它把翅膀 往身体方向收缩 那其实 那个鱼翼的 那个翼腑 就是 就是长度 宽度 越小的话 它飞得越快 那么大 那那么大 因为那鸟 能慢慢适应 它的特别的生态 是特别的环境 它变那么大 那么大的话 适应的海风 那还有相关的一些机制 那它其实 反而限制它速度 是吧 我们来看 看进去 OK吗 2008 3月 3月份 是 我们都抓 来看一下 OK Lithel Fuzz 毛龙龙的是 是 毛毛虫 毛毛是 致命的毛毛虫 是 那个是 有可能有 有毒刺的 是吧 Cuspicious Prophes 最下面那个 1985年 11份 The Case of Vanishing Caterpillar 是 消失的毛毛虫 Butterfly's lover of fate Depends on who finds it first East and East and Food and Food and Food and 看上面一点点 Long jungle water 说的是海蛇 如果大家有看 小宋的一些 YouTube的影像的话 看到 有讲到海蛇的东西 海蛇其实是 事实上最毒的蛇类 但是它比较温馴 这是马类的问题 这是马的眼 这我们讲过了 OK 这是什么 No taming the shoe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 我们最上面 看 最上面这个 shoe就是 尖属类 尖属 石虫类 这是来的 莎士比亚 那个巡汉剂 就是 巡抚汉妇 有没有 是非常跋扈的妇女 要怎么去巡抚她 巡汉 基本上 叫taming the shoe 那是 莎士比亚的戏剂 但是 但是这个地方 修是不当的汉妇 不当是非常强悍的妇女 而是当做 就是 尖属类 尖属 翻的正式 一点 叫取巾 取巾 就一个鼠字旁 一个巨子的巨 鼠字旁 一个是 青色的巾 是青山的巨 我看看这个地方 Good thing for us is small Because this predator gets no quarter to his quarry 什么要讲什么 gets no quarter to his quarry 可能那么小的 是那么小的物种 是怎么可以是 跟他律师有 不管 1992年 8月份 winning bionic 就是 是啊 就是 一井之差 英文的成语里面 叫一井之差 擦了一个肩膀而已 就好像 人赛跑的时候 最后最终抵达的是 用井子 身上井子 碰那个final 最后最终 那个线 表示他先打针 或者先取得 领先 先达到 先 是抵达终点 什么东西 some trees succeed in life offering the rest of meal flows 是啊 他 就是那个一些 场景都吃了一些树叶 还有些植物 看看他 植物跟动物之间 怎么样平行进化 OK 带我看进去 这1992年 8月份 上面是什么 Crown sheet Crown sheet elephant 我们看哪篇文章 是 winning bionic 我们看 winning bionic 好了 就是 以一井之差 夺得 拔得头筹 你看进去 1992年 8月份 看进去 Winning bionic some trees succeed in life by a friend Jewan 什么 明白 某些植物呢 他不但不规避 或者是 研发 对付 那个场景 要吃他们的 这个状态 他反而提供 场景 丰盛大餐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 提供场景 花朵 让他持用 就是这样的东西 OK a person has time to sing 这已经过了多久了 好 我们待会 再选看看 看 要不要讲这一篇 文字还蛮多 我们去看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